华商报讯,记者听荣博蛇新时牺牲送新航摄影邓小威亚400多万元投了进去,现在公司负责人机体失联,吴女士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否撑下去,投资平台负责人在群里说,绝对不是跑路。 48岁的吴女士是江苏人,2017年11月,她听朋友介绍,知道了西安的小黎金服,小黎金服也叫胡小黎理财平台,主体运营公司为陕西新时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,其宣传为用户提供汽车金融,企业融资的金融服务,年化利率为12%,吴女士觉得还不错, 动了投资的心思,为了顺重,吴女士还从江苏来西安考察,这家公司的办公室,在大明公安大楼上,面积很大,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好,看着很正规,公司的负责人还带我参观了一家停车场,停满了车,说这都是抵押的车辆,即使他们的资金链断裂,把这些车抵押了就行。 看到公司实力雄厚,吴女士下载了小黎金服的APP,注册后往里转了钱,不仅吴女士在平台上投资,她的亲戚朋友也开始筹钱投资,先后投资了400多万元,包括姐姐的80多万元,弟弟的90多万元,还有同学的近40万元,投资是定期的, 有一个月,三个月,半年等,7月20日,吴女士突然发现,到期的钱有部分不见回款,也就是说,登陆APP后,没有显示余额,公司的客服电话也无人接听。 在投资群里,公司一名负责人说,有相关部门来检查,他们家工作人员浅发回家了,绝对不是跑路,请大家放心,怎么能放心呢? 吴女士立即赶到西安,找到了小黎金服的办公室才发现,这里已有了很多遇到和她一样问题的投资者,余额里没有任何显示,投资的钱没办法提出来。 投资者来自全国各地,上海的刘先生是2017年3月开始在小黎金服上进行投资的,是公司的时间控制人刘某主动在QQ上联系的。 我投了1000元,体验了一下,很快就全额对付了本金和利息,他们说年化收益,完12%,加上活动啊,红包什么的,能达到18%,很高了。 我还来西安进行了考察,感觉靠谱,就不断的加仓,先后投资了120万元。 7月20日,出现异常后,刘某在群里说,只是检查,办公室留有一名信和的经理现场办公。 请大家放心,当天下午,刘先生就从上海飞到了西安,这时候,何信经理才说,根本没人来检查。 他只是接到了刘某的通知,说是平台出现了问题,让把工作人员遣散回去,刘先生的心都凉了。 这几天,陆续,有近百名投资者,来小驴金服公司找人,他们都是这一年间,通过公司的各种推广制到这家公司,然后进行投资的,投资金额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。 记者了解到,这些投资者来自全国各地,有的是用了自己的积蓄,有的是家房产,汽车进行抵押,还有的投资者抱着半岁的小孩过来。 他们想找到公司的人,看能不能要回自己的钱,行政经理春也害怕到曾跑路。 昨日中午,很多投资者还聚集在小驴金服的办公室里,投资者说,办公室是开着的, 办公用品都在,开始几天,核心经理还会来,现在也不见人了,目前,公司的负责人已全部失联。 记者在办公室还能看到小驴金服的介绍,这个理财平台于2016年5月正式上线,称称是一个为投资者搭建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、诚信的稳钱投资收益的P2P平台。 把定代表认为周某,2005年从西北大学毕业。 记者拨打周某和核心经理的电话,均无人接听。 投资者说,核心经理其实是公司的行政经理。 前两天,他还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,7月20日,公司负责运营的刘总突然打电话说,让员工收拾东西先回家,让我在公司稳住来公司的投资源。 关于公司的运营情况和系统后台,一律不知情,我作为公司员工,怕场面控制不住,也害怕公司高层跑路。 目前,投资者已报警,喜安市公安局为阳分局正在进行调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